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Jungle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来学习产品的分类 以及它的产品模型的具体的设计和实现 它的具体的设计在这个地方 就不再浪费时间为大家去画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这里写了一个前置准备ER图和UML用力图 我相信好些同学是在没有把这两个东西 用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的 或者说之前就没有接触过做ER图设计和UML用力图的 那个类图的设计 这两个东西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那个关系型的数据库 你要理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ER图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设计一定要先行 但是鉴于大家在刚刚学习这个开发的课程 我们我就在这个地方了 就先讲解这个代码里面是怎么写的 然后大家呢再去根据我的这个代码 把我们的设计给画出来 好吧 这个就作为一个作业 一个是ER图 一个是UML类图 这个ER图呢 它就讲究的是实体和关系之间的设计 实体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系统里面一个产品 就叫做一个实体 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分类 也叫做一个实体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购物车也叫一个实体 我们的一个用户也叫一个实体 产品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实体和时间实体之间的关系 有哪些个属性都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当中体现出来 然后这个UML类图呢 和这个实体关系图呢 非常的像 但是它有一点的不同 就是这个UML类图 它是针对我们类的设计 要体现出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 或者说当前的这个模块当中 要有哪些类 那个类之类与类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继承关系之 还是泛化关系 或者说是聚合关系 然后这个每一个类当中 需要有哪些属性 每一个属性用什么类型去存储 比如说是整数 还是字符 还是什么的 然后它的长度有多长等等 这些比较详细的内容呢 都会在这个UML类图里面 把它设计出来 我们设计好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再来照着设计图敲代码 就会非常的快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分类 这个目录 categorage 我们的这个模型会怎么样设计呢 直接来看一下代码 我的categorage 我们先在这个 shopsys底下有一个apps apps里面有catalog 这个catalog当中呢 有一个models 在这个models里面 来写上我们现在的这一部分的代码 好了 来看到我们的categorage 这一个类 这个类呢 里面定义了有lame lame呢 是分类的名称 然后是slag slag呢 是根据我们的名称来生成用于 用于生成那个一个页面的url当中一部分 这个在我们的url当中会使用到 所以它必须是唯一的 这个slag呢 实际上是一个报纸新闻 报纸这种出版专业当中的一个术语 它的那个含义呢 和我们的那个标题有一点类似 和就是和那个title有点类似 但是它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要经常是用来 在我们的网站当中呢 是用作一个链接的形式 这个呢 它把它放在链接当中去 是有利于我们的seo 然后这个description description呢 就是这个名称的描述 然后是exactive exactive呢 就是说当前这个分类可不可用 也就是说是否把它激活 就是一个布尔形的 然后mate keyword 是放在我们页面的 那个meta标签当中的keywords 这个关键词 这个也是有利于seo的 还有包括下面的这个description也是一样的 它的这两个的类型呢 是chart field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更新时间 也就是我们这个分类目录 这个分类这个目录创建的时间 以及它的更新的时间 然后这个out to now add和out to now参数呢 是我们这个jango的field里面 默认的那个参数 我们把它设置为处 也说我们在创建一个分类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把那个create at 这一个字段去给它更新 我们更新了这个分类的时候 更新了这一条记录的时候呢 那么jango也就会自动的会把update at 这个字段的时间给它更新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属性 主要的属性 然后下面呢还有meta meta呢 这一个 这个是在category这里面的一个子类 也是jango的models里面的子类 这个子类呢 它的作用就是说来定义 我们当前这一个model的一些其他的属性 比如说dblem 我们要给它存成什么名字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ordering ordering就是把它从数据库里面取出来的时候 它是按照哪一个字段进行一个排序的 这个减号前面加了一个减号呢 就是按照降序排列 不加减号呢 就是按照升序排列 这个verbals name plural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jango 它来识别到这一个模型的时候 它的复数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是用在我们的jango admin 这个管理面板当中会使用到的 还有一个 这个属性叫做verbals name 它没有后面这个下发现plural 默认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就是和这个类名是一样的 然后如果你不给它定义这个plural 这一个属性呢 那么它就会直接在这个类名后面 加上一个s作为它的复数的形式 也就是多个表示多个的意思 但是这个地方它不是单纯的加s 而是把那个y变为i再加es 这个是英语当中的一些规则 像我们下面的这个product后面 我们就没有给它定义这个plural 这样的一个属性 因为这个product它的复数名词 就是加上一个s就完了 然后这个store 这个函数呢是 类质的函数是复写的 我们这个store的定义 就是说我们在print去打印它的时候 它要显示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这个地方先简单的把它就直接显示为 这个实力的名称 就是name 然后get absoluteurl 这个函数呢 写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可以为这个模型 它的那个实力 创建一个url 这个url的映射呢 就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则来创建 在我们后面呢再来讲解 怎么在这个url的配置当中 把这个给使用上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不同的url 去访问它 对吧 像我们在京东上面去访问的时候 它就写的是item 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点进去过后呢 就是一个详细的产品 然后这个地方是分类 我们根据这个url点进去呢 就会获得一个详细的分类 同样的下面的product 也是有差不多类似的一些定义的函数 和属性 然后这里的属性 那就要多很多 有name slug 还有brand 就是品牌计量单位 这些东西呢 我就先写在代码里面了 因为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这里面要写些什么内容 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设计的过程当中去体现的 大家去认真地考虑一下 然后这里有几个要为大家讲解的 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price 我们要用decimal field decimal field 也就是说是在金融领域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不会损失精度的一个字段 然后这个maxdigit用的是9 这个maxdigit也就是说最大用多少位来存储我们的这个数字 这里设置的是9位 然后decimal place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数可以有几位 定义的数据呢就可以是比如说9个9全部占满了 要么就是9个0全部占满 然后如果是小数存在的话呢 最多只允许存在两位小数 但是这个小数部分加上整数部分的位数不能超过9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旧价格 这个新这个有个price和old price 这里的设计是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呢 也说我们的这个购物系统嘛 他可能他不光这个产品 他不光会有一个价格 他可能会有两个价格 我们要去促销的时候 我们就说他的当前价格是一块钱 但是他原来的价格是100块钱 这个很划算 你快点来买对吧 就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 所以会定义了两个价格 我们这里面的设计呢 都要根据我们的购物系统的实际情况来看 然后还有这里还有三个字段 叫做is active 还有is best seller 和is featured is best 就是说把它标记为是否畅销 还有一个标记为是否推荐 有的同学可能会考虑这个是否畅销 不应该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把我们的所有的销售记录统计出来 然后购买的人数最多的才标记为畅销的吗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实际过程当中 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我们额外的定义一个字段来手动的设置 它是否会畅销的 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产品 越来越多 我们的销售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能够从数据库当中去筛选 然后再反馈出来的话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的 性能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 先我们就去计算哪些东西是畅销品 把它计算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相关产品把它标记为畅销 这样子客户在浏览我们网站的时候就会很快 他直接一访问就知道这个产品是否为畅销 就不用我们后台再去计算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 你把它标记为畅销是能够促进一个交易行为的 但是你刚刚创建你的网站的时候 或者说刚刚添加EPC新品的时候 那个购买数量都是零 作为商家来说 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想勾上一些 那个商品把它标记为畅销 同样的推荐也是类似的一个考虑 然后就是产品的一个数量描述 然后还有这个meta 两个相关的字段 就是SU相关的一些考虑 这里有一个categorages这个字段 这个categorages 这里用了一个many to many field 这个是Jungo ORM 它给我们的一个多对多的关系字段的映射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 产品的模型 它和分类是多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产品它可以属于多个分类 就是我们之前需求分析的时候考虑到的 一个分类也可以付给多个产品 这里有一个定义出来的sale price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一个销售的价格 如果是老的价格大于我们的新的价格 那么就按照新的价格销售 否则的话就不管它就还是按照老的价格进行一个销售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的销售的模型 就建立好了 这里还要考虑到的一个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Jungo常用的一些字段 一个就是BurningField 就是它是一个布尔值 只能够有true和false 然后是ChartField,TextField和DateField ChartField和TextField这两个都非常的相似 都是用来存储字符串的 但是有一个规则ChartField 它是用来存放不是那么长的字符串的 它有一个必须要给一个默认值 叫做MaxLength 要给它一个最大长度 然后TextField就可以不给它默认值 它可以用来存储一段文本 然后DateField 它和Python里面的DatTime.Date是同一种类型 也就是日期 然后DatTimeField就是 时间不光包含有日期 还包含时间 也和我们Python里面的DatTime.DatTime 是数据类型是对应起来的 然后Decimo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然后FieldField就是用来存储文件的 FieldField用来存储文件的路径的 然后文件还有FilePath Image这几个Field 它们实际上都是从文件 关联过来 继承下来来创建的一个字段类型 我们在我们的产品模型里面 也用到了一个ImageField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ImageField 这个ImageField 这里设置ImageField 你说你设成FileField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是你设置设置成ImageField的话 Jungle它会自己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还有就是我们使用Admin这个模块去管理 我们的模型的时候 它后台你添加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给你设成文件选择的那种样式 待会我们会看到的 然后还有Float和Integer 也是浮点数整数 然后SlugField也是专门有的 SlugField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我们用的slug 就用的是SlugField SlugField 也是说 在我们Jungle后台的时候 你这里定英文slugField 它会自动的根据我们前面这个名称去生成 你写拼音才会去生成 你写英文字符的 才会去根据你的这个名称去生成一个这个东西 如果你写汉字的话 它是识别不了的 Jungle是识别不了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然后要使用这个ImageField 就必须要安装Pillow 安装好了Pillow以后 Jungle才会支持我们图片的处理 还有一个生成requirements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更新了一个依赖 更新了一个项目依赖以后 我们要把它给冻结到我们的requirements.text里面去 然后在我们部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根据requirements.text来生成 来安装我们的依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模型就这样创建完毕以后 那么我们 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去 大家有不懂的地方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进行一个提问 或者说根据我给的参考链接 自己去阅读相关的一些知识 毕竟我们的视频长度是非常有限的 包括像这个URL这些怎么使用 希望大家自己去做一个研究 好了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就会教大家如何把这两个模型 注册到我们的admin上面去 然后通过我们Jungle自带的后台管理 来管理我们的分类 还有我们的产品 我们就可以添加删除分类 和添加删除产品了 好了这一课就到这里